引发足笔考 必过攻略 那大家好 我是Ali 节目的老朋友们 大家复习怎么样呢 马上要考试咯 预祝你快快通过 那也记得在评论区 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你所见到的新考题 或者是冷门题 第一次观看我们 备考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您的加入 我们会持续地播出 备考视频 有综合模拟题 也有根据知识点 整理的考题 能够帮助大家 更好的理解和记忆 今天的视频 是关于加州DMV 和道路法律 规定的知识和考题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并分享 给我们一起备考的朋友们 下面来一起看一下考题吧 情境一 警察执法 一个执法人员 看到您车上 一个乘客没有系安全带 并且开了罚单 以下何者正确 A 您和您的乘客 都会收到罚单 B 如果您的乘客 小于16岁 您可能会收到罚单 C 不论乘客年纪为何 他都会收到罚单 正确答案是 B 如果您的乘客 小于16岁 您可能会收到罚单 这道题的选项很迷惑 不系安全带的乘客 如果16岁以上 则乘客驾驶者 都会有罚单 16岁以下 则只有驾驶者 会有罚单 所以 还是有个年龄限制的 开车要系安全带 这是交通规则 非常重要的一点 下一题 假如警察是 以您在红灯时 继续行驶 您应该怎么做 A 等到绿灯再走 B 按照警察要求 C 先停下 再按照警察要求的去做 正确答案是 D 按照警察要求 开车时 要按照警察或是消防人员的指示 即使会忽略一般交通规则 下一题 如果您被执法人员拦下 A 您应该保持引擎发动 B 在可以的情况下 立即靠右停车 C 使用远光灯 正确答案是 B 在可以的情况下 立即靠右停车 如果您看到有警察或其他执法人员 示意您停下 即使您在共乘车道 您也应该靠右车道停车 您应该关掉广播 不要讲电话 除非警察要求您下车 否则应该待在车内 停车后摇下车窗 驾驶人和乘客双手 都要放在可以看清楚的地方 可以是方向盘 仪表板 或是膝盖上 下一题 当警察示意 要求您开到路边 但您却忽视警告 而且加速离开现场 您会触犯轻罪而且 A 被罚款最高一千美元 B 被判处在县监狱坐牢一年或以下 C 被警告并且收到罚单 正确答案是 B 被判处在县监狱坐牢一年或以下 所以当您被警察示意拦下时 一定要好好配合 不要意图逃离现场哦 那补充一下 如果在逃跑的过程中 还造成他人身体伤害 将受到以下的处罚 在周监狱服刑长达七年 或现监狱一年以下 这题有考哦 罚款在两千到一万美金 或者是罚款和监禁并罚 天计有考 下一题 当警察怀疑您酒驾或是在药物作用下开车 是以您停车检车 如果您拒绝检测 会发生什么事 A 您会丧失驾驶权 B 您会收到额外的罚款 C 您不得保释 正确答案是 A 您会丧失驾驶权 在加州开车 如果警方怀疑您在酒精或药物作用下开车 也就是 DUI 如果您拒绝配合酒侧 血液 药液的检测配合 DMV可以收回您的驾驶权 情境二 撞车意外事故 如果您和路边停放车辆 发生碰撞小事故 且找不到车主 您应该 A 在被撞到的车 留下小纸条 B 立即向警察或高速公路巡逻队报告 C 以上揭示 正确答案是 C 以上揭示 如果您撞到路边停放的车辆 或是其他设施 首先您应该先留下联络方法 在被撞到的车子或物体上 包含您的姓名 电话 地址 接着再向当地警察 或是CHP报告事故 下一题 如果您在十字路口 卷入一个小擦撞事故 没有人受伤 车损非常小 您应该 A 等警察到场之前 把车子停留在车道 B 如果可以的话 把您的车子从车道移开 C 不要移开车子 正确答案是 B 如果可以的话 把您的车子从车道移开 假如没有人受伤 擦撞非常微小 最佳做法是把车子靠路边停 不要停留在车道中 下一题 您什么时候 必须通知执法单位 并提交手写事故报告 S21表格给DMV A 您想要为车子申请短期闲置不开证明 B 您有发生撞车意外 而且有人受伤或死亡 C 您的车子因为违规停车而被拖掉 正确答案是 B 您有发生撞车意外 而且有人受伤或死亡 类似题 您什么时候 需要在10天内向DMV提交S21表格 A 在撞车意外中 造成1000美元的损坏 B 打算离开本周超过30天 C 重新调整车贷额度 正确答案是 A 在撞车意外中 造成1000美元的损坏 如果发生交通意外 且有人受伤 不论严重程度大小 即使事故并不是您本人造成的 您都要在10天内 递交事故报告S21表格给DMV 而且要由您本人填写 因为警察或CHP 并不会为您递交这份报告 如果您没有在10天内提交报告 DMV可能会暂停您的驾驶权 下一题 如果您发生撞车意外 法律要求您要和谁交换驾照资讯 A 目击证人 B 警卫 C 撞车意外牵涉到的人 正确答案是 C 撞车意外牵涉到的人 类似题还有 如果您发生撞车意外 您应该要和其他卷入意外的人 交换驾照资讯以及 A 只要交换保险资料 B 保险资料和车辆登记资讯 C 保险资料 车辆登记资讯以及现居地址 正确答案是 C 保险资料 车辆登记资讯以及现居地址 加州法规要求 如果您撞到车或是其他物件 您都要跟车主或是物件主人交换资讯 你们需要交换的资讯有 姓名 住址 驾照号码 车子ID 保险资料 车辆登记资讯 财务责任等给对方或是警察 情境三 开车用手机 如果您开车时手机响起 而且您没有任何免提装置 您应该 A 接起来 因为有可能是紧急来电 B 让电话转语音信箱 C 接电话前确认来电号码 正确答案是 B 让电话转语音信箱 类似考题还有 开车中 什么时候不用免提讲电话是合法的 A 当红灯停车时打电话 B 任何时候都不行 C 拨打紧急电话时 正确答案是 C 拨打紧急电话时 18岁以上的人开车时 可以使用免手持装置接听电话 但如果未满18岁 即使是免提装置 都不能使用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 需要报警 消防队或是救护车 才可以手持拨打电话 情境4 动物 废弃物与驾驶安全 以下何种情况 您会被罚款 并且判处6个月刑期 A 在中间的左转车道回转 掉头 B 在高速公路上 随意丢弃物品或是抛弃动物 C 在脚踏车道停车 正确答案是B 在高速公路上随意丢弃物品或是抛弃动物 这道题目我再补充一下 如果你开车不小心撞死或撞上动物 不要自己随意移动动物 也不要致受伤的动物不顾 要马上拨打电话 联络动物管理部门 或者高速公路巡逻队 如果违规将受到最高1000美元的罚款 或者长达6个月的监禁哦 那或者是两者并罚 下一题 只有在什么情况下 动物才可以被载运在皮卡的车斗 A 车斗两侧高度至少18英寸 B 车尾门关上 C 动物有被适当固定时 正确答案是C 动物有被适当固定时 固定好卡车后面的动物 才能有效避免动物跳跃或掉下车子 其他动物知识点 马车 骑马者或骑其他动物者 有权和机动车共享道路 惊吓马匹牲畜也是违反交规的 看到动物或看到有动物标志 必要时可以减速或停下来 确认安全后继续前进 将动物留在高温的车厢中 是危险且违法的 即使窗户稍微打开也不行 情境五 未成年和儿童安全 在刚拿到驾照后的12个月 什么情况下您一定要有父母 或是监护人陪同 A 在晚上11点到早上5点之间开车 B 在早上5点到晚上11点之间开车 C 在早上5点到晚上12点之间 在成年人 正确答案是 A 在晚上11点到早上5点之间开车 在刚拿到驾照后的12个月 您不能在晚上11点到早上5点之间开车 也不能载未满20岁的人 除非有持有效驾照的父母 监护人 25岁以上成年人 或是驾驶教练陪同 那关于未成年人 我补充一下 被考到的知识就是车内如果有未成年人时 你吸烟被看到了 会罚100美元 这是有考的哦 下一题 在什么情况下 让6岁或以下的孩童 在大热天独自留在车内是违法的 A 如果有12岁或以上的人照顾 B 只有当钥匙插在车上 且车子是发动的 C 即使有让他们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 正确答案是C 即使有让他们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 那还有 把6岁或以下的儿童留在车上 没有人照顾 是违法的行为 无论有没有安全座椅 儿童可以至少有12岁的人监护 尤其是在高温的车厢里面 无论如何都是违法且危险的 即使窗户稍微打开也不行 这道题因为中英文翻译的问题 可能会觉得选项都很奇怪 那我建议大家把每个选项带进题目中 多读几遍 帮助理解 那这题是有考的哦 其实确实有很多朋友反应 中文考题翻译的有时候不知所云 但我们也只能去多多的练习 去习惯和适应中文考题的表达 情境六 罚单 换新车和驾照知识 您什么情况下 要在五天内通知DMV A 交通违规被开罚单 B 卖车或换车 C 车子漆上新颜色 正确答案是 B 卖车或换车 您可以到DMV网站线上填写表格 完成通知手续 下一题 如果您的驾驶记录显示您收到罚单后 没有出停记录 DMV可能会 A 暂停您现在驾驶的车辆登记 B 暂停您的驾驶权直到您出停位置 C 限制您的驾驶权 正确答案是 D DMV会暂停您的驾驶权直到您出停位置 下一题 拥有C类驾照的人可以开 A 任何重量的三轴车 B 拖住两辆拖车的车 C 总重量小于6000磅的三轴车 正确答案是 C 总重量小于6000磅的三轴车 其他C类驾照知识点 C 类驾照是常见的一种非商业驾照 也是大多数人拥有的驾照 C 类驾照驾驶人不得拖业多于一辆车辆 无论重量如何 任何客车拖业的车辆均不可超过一辆 那除了上面的题目 我还有考到一题 大家记住 开车的时候双耳佩戴耳机或者是耳塞 也是违法的 那今天的复习题就到这里啦 我知道很多东西要记 看完视频一会儿又搞不清楚了 我建议你不妨多看几遍 或者每一题都暂停一下 给自己多一些思考 记忆的时间 如果你有碰到其他的心中题目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个小红心 分享订阅我们的视频 下期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视频